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本教材可以在我们新爱情的公众号以及微商城中购买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这本书的第九首曲目《小燕子》 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有时候我们就不用看谱子 也许都能用古证把它弹出来 这首曲子我们一共分为了两遍 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反复的两遍 当然这两遍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曲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用了大量的大搓的技巧 大搓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 它的演奏技法就是中指和食指同时演奏 由于这是一篇非常适合单独练习大搓的一个小曲子 所以呢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在我们弹大搓的时候 虽然看起来像是两个音同时发出是一样的地位 一样的音量 但实际上呢这两个音中是有一个主音的 就是有一个旋律音 另外一个音呢是给它做辅助用的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使大指为这个主音 然后中指呢音量会稍微的小一点 在我们后面演奏大搓夹杂在一些单音中的时候呢 就不会打乱它的旋律 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尽量呢把我们的重心多向大指这边靠拢一些 也就是大指的声音要比中指的声音稍微的大一点 这样出来的效果呢是最好听的 整个旋律呢是最流畅的 这首曲子的第一遍主旋律呢全部是由大搓来完成的 而到第二遍旋律 也就是从第十小节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用了单音 就打破了前面的这个大搓的这个规律了 第十小节是这样弹的 在短短的四个小节的这个指序 分开的这种单指指序的演奏之后呢 曲目又回到了一个大搓的技巧上面了 然后最后一行呢就跟前面的旋律非常像了 都是用大搓来演奏 我们可以发现在整首曲子上呢 它用到的大搓的指法的这个标记 就是大搓指法的标记是非常少的 只在第一个音就是全曲的第一个音的头上 有一个大搓的记号并且把它用方框框起来了 这就是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一个执法的提示 就是告诉大家之后的所有 或者是之后很长的一段旋律 都是要用这样一个执法来演奏的 好 这首曲目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一个之前还没有讲过的一个技巧 就是颤音 颤音呢是一个左手的技巧 它的演奏效果是这样的 听起来呢就是在右手弹完了之后 左手呢做一点小小的波动 然后呢让这个音开始有上下这种颤动的一个感觉 就增添了它的韵味 那么在实际的练习中我们如何去练习呢 我们先不要弹右手 只看左手的手形 我们把左手很轻松很自然地放在这个弦上 中间三根指头放在弦上 之后呢用手腕的力量 用手腕的力量上下去抖动 这样抖动所带来的一个轻微的颤动 就是一个颤音最好的幅度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技巧的演奏呢 左手千万不能紧张 因为这个技巧呢只有在放松的情况下呢 它抖动的频率才能均匀 而且呢才不会耗费过多的精力 我们可以首先慢练 弹完一个音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 用手腕的力量向下去慢慢地压动它 然后出现一个点奏的一个音效 然后慢慢加速 我们所要注意的重点就是用手腕的力量 那么在这首曲目中呢 我们可以看第一个颤音出现在第一个小节的最后一个音 它出现在一个大搓上 这时候就又有一个在鼓针上面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规律了 就是如果 如果这个音是一个双音 就是至少有两个指头发出的 至少有两根弦震动产生的一个音 这时候左手的坐韵一般是会在上方音上 就是在高的那个音上 比如说这个音是低音搜和中音搜同时的一个大搓 那么我们的颤音呢 一般会是在中音搜上面做颤动 就是在大指对应的这根弦上面做颤动 之后呢我们还会遇到就是像大搓带上滑音或者下滑音这样的情况 同样所有的左手坐韵呢 除非是在有特殊标注的情况下 都是我们默认把它作为上方音高出的这个音的一个坐韵 下面呢我就为大家来示范演奏一下小燕子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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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认真练习的同时 能够感受到一点童年的快乐 我们下期课再见 感谢观看